各位想想看 圖形稍微縮小一下 一點大落在這裡 微點大落在這裡 然後Q點在這個一左上面跑 我們剛講是QPA加PB要最大直 最小直 那現在QA加上QB要最大直 那怎麼辦 QA加上QB的話 假設Q落在這裡好了 我們假設Q在這裡 這是QA 這是誰 QB 兩個要怎樣 相減 所以你越往這邊的話 我QA越大 QB會越小 越往左邊的話 QA會越小 QB會越大 所以剛講為什麼要取決詞 原因在這裡 再來 QA減到QB 我如果再把這裡連接起來的話 這是不是一個參考型 兩邊的差會比第三邊還要 兩邊的差會比第三邊還要小 所以第三邊的距離是不是要最大的 對吧 懂這意思 可是這個三條形它可能落在這裡 也可能落在這裡 也可能落在別的地方 什麼時候讓這個AB的長度剛好是最大的 什麼時候呢 這個時候它會是最大的 因為我QA QB兩個在移動 移動到最後我希望最大的詞 是不是應該要等於AB 對吧 所以當QAB這三個在同一個直線的時候 QA這段距離減掉QB 是不是剛好等於AB的長度 這時候就是怎樣 最大的 所以找PA加B的最小值 跟QA減到QB的最大值的招法 是這個樣子 所以根據這個條件 第二個 QA減QB最大值 就等於誰 AB的長度 那AB長度多少呢 A點減B點 A點是-42的 所以 7減到-4 7加4 11的平方 8減了6的平方 所以等於跟到幾 121加加上36 12136 157 跟到157 好 把這個題目講完了 所以第一個最大值找到 第二個把它找Q點 Q點怎麼辦呢 我找AB的直線找出來 AB的直線一樣 根據剛剛的寫法 B點減到A點 我找寫率 8減到6 7減到-4 7加4 11 會等於 Y減掉2 S減到-4 S加4 所以一下 6S減掉11彎 沒多少呢 6S減掉11彎 然後11加點-2 -22 64-24 24再一下過去 -24 -24-22 -40 -46 所以我要找Q點作標 我就令 Y等於 你放心 你S會等於多少 -6分之46 也就是-3分之23 3分之23 S等於 -6分之6 46用2月分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Q點作標 可以 等於 Q的3分之23 外做的2 可以 可不可以找到 可以的 這兩個步驟的做法 自己把它看一下 旁邊臉請你也試試看